哈喽 大家好 我是阿乔 我现在河南郑州 前方就是郑州火车站了 今天时间是2023年1月1日 也就是元旦节啊 先祝大家元旦节快乐吧 今期细评的话 带大家去看一下这个郑州站的现状怎样 因为距离这个春运还有几天时间 距离这个春节啊 还有19天而已 所以说 时间过得好快啊 马上就要过年了 那返现的沿流量怎样呢 现在我们去看一下 前方这里有个龙门啊 哇 这个花卉 栩栩油生好漂亮啊 觉不觉得 我还试一下这个广场 这个广场叫做西广场 这个火车站的话 它还有一个东广场 可以看到这个广场上冷冷清清的 前方就是公交站了 可以看到这附近很多一些高楼大厦呀 看到没有 这就说明 郑州这几年的发展相当不错啊 已经几身新一线城市了 郑州 太给力了 但是话又说回来 可以看到这个广场太冷清了 不像是快过年的火车站的现状啊 搭车的人太少了 也出乎我的意料吧 为什么来这个西广场 而不是去这个东广场呢 因为这个西广场啊 它是有 一个地铁站的 就是郑州火车站 那个西广场的话 它是靠近这个 楼花步行街的 但是的话 它没有地铁站出站 所以说那个沿流量应该不会很多吧 所以我就来带大家看一下这个西广场的现状怎样 前方就是进站口了 我带大家去看一下进站口 跟售票处 跟出站口的情况 看是怎样的 这个郑州站的话 它是一座特等站来的 它是隶属于郑州铁路局的 而且的话 也是一座历史很悠久的火车站了 它是始建于190几年的 距今的话都有百年历史了 前方就是进站口了 可以看到前方 进站的人跟后车的人都是比较少的吧 看到这种情况 让我感到比较意外吧 而这个郑州站的话 应该也是很多外出务工的人的第一站吧 因为河南啊 应该也算是务工大省吧 很多人就是从这里出发 去往全国过地去务工 有没有勾起你满满的回忆呢 我们去看一下这个进站口的情况 进站口的话 现在进站不需要核酸 也不需要那些行程码 直接刷身份证就能过砸了 但是前提的话 你一定要在网上买好票啊 要不刷身份证是没有用的 看到前方有个密水冰层 我第一次看到在火车站旁边有这个密水冰层的 因为密水冰层的总部啊 就在河南郑州 哇 前方有一大波人 准备进站了 拿着大包小包啊 准备回家过年咯 人虽然多了一波 但是总的人流量 还是比较冷清的吧 前方就是售票处 我们去看一下售票处的情况怎样的 按道理来说 线下售票应该不会很多人吧 因为大部分都是网上售票嘛 现在只要有手机操作就能买到票了 不到迫不得已 我们都不会到线下买票的 但是进不去啊 这个口封闭了 这里不是要售票吗 它封闭了 这里是一售票处二啊 请门暂时关闭 请旅客往南旅行 那就到前方了 我们去前方看一下 来到这边啊 这边又有一个机动售票处 我们去看一下情况怎样 赤门不通 请走其他门 我觉得很奇怪 这不是买票的呀 这几个就是进站的 那它为什么标明机动售票处呢 有点乱七八糟的 难道这个火车站它没有那个售票处吗 我也搞不懂啊 我们去看一下这个出站口的情况吧 出站口好像在富一楼 出站口好像在里面吧 我们进去看一下 前方就是出站口 出站 搭地铁 出口就是搭地市 上去就是搭公交 我感觉这个换场是比较便捷快速的吧 前方就是出站口了 可以看到起时起刻 应该是没有半仇到达吧 所以这个出站口就比较冷清 算了 出去吧 好了 这就是2023年1月1日 郑州火车站的现状了 我原本还想去这个东广场的 但是查了一下 发现这个东广场跟西广场它是不创联的 如果你想从西广场去到东广场的话 是没有极大的通道的 你要搭公交 或者是搭地铁 比较麻烦吧 好了 大家看完之后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那这视频拍到这 我们下期见拜拜